截至目前 夏威夷毛衣岛上的伙势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 发达的警报系统失灵 救援队伍姗姗来迟 庞大的美军无所作为 美国救灾能力低下的背后 反映出政客们对民众疾苦 漠不关心 而比政治人物的冷漠更为人熟知的 是每每发生灾难时都会上演的美式党争闹剧 上周末 伴随着毛衣岛大火的持续肆虐 美国总统拜登却拒绝就大火相关问题发表评论 此番消极回应 给了共和党人难得的把柄 对此 白宫不得不接连出面紧急灭火 截至目前 毛衣岛上的火势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 但灾后重建前景却早已被淹没在了一片党争口水中 据夏威夷当地媒体火奴鲁鲁新闻社日前报道 受灾地区目前能指望的主要重建出资方 就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但该机构目前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 美国政府曾要求国会批准额外拨款 这其中夏威夷每户受灾家庭平均可得到700美元补助 而美国政府要求国会批准给乌克兰的资金支持 却高达241亿美元 为何美国政客对乌克兰如此上心 却对毛衣岛民众疾苦漠不关心呢 有网友表示 那是因为相较毛衣岛 美国政客更能从俄乌冲突中牟利 他们能利用乌克兰赚大钱 但从夏威夷这儿赚不到什么钱 很大一部分给乌克兰的钱绕一圈又回到了美国政客手中 这些钱都是从纳税人口袋里掏出来的 此外 还有网友指出 美国政客对毛衣岛灾情的冷漠 根植于美国竞争性的政党政治 而这种政治的硬通货是选票 有网友上传图片显示 在近60年中 共和党只有两次在大选中赢得夏威夷州 其余均是民主党赢得夏威夷州全部四张选举人票 也就是说 夏威夷是民主党的传统票仓 有网友认为 这种一切围着选票转的选举游戏 进一步放大了美国政客的私心 最终导致天灾演变成人祸 夏威夷无论如何都会选择民主党 所以白宫不在乎 就是这么简单 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初在东耶路撒冷小城 毒火车脱轨事故后所评论的那样 每当有灾难降临分裂的美国时 有毒的政治就会紧随其后 无论飓风 工业事故还是火车脱轨 都被当作了攻击对手的政治计分卡